昨天哈,我跟我同事 同事我们去买 我就很想吃那个韩国泡菜 韩国泡菜,然后我们去逛的时候 这么小小一瓶要一百多块 我同事就说,他教我自己做 他说你做一颗白菜的话 才多少钱,根本不值钱 他说我教你做,既安全又好吃 半颗白菜 然后我就按照我同事给我的配方 我现在开始制作 他跟我说,他说这个白菜 你一定要做整颗的 你不要说把它切得碎碎的 每一片叶子都一定要抹上盐巴 好,开始抹盐巴 韩国,你要帮我忙 你又帮不上忙,你要帮倒忙 这个你不能吃啊,这是盐巴 这是盐巴人家 你们两个怎样,要帮忙吗 是吧,要帮忙吗 拜托这件衣服是我刚刚才帮他做的 怎么变这样了 变披风了 变披风了,也可以啦 好,我要做白菜 我就先把每一片叶子都抹上盐巴 这样可以吗 先把这个,这样子再抹一次好了 这样子,他说先沙水 再把它的水分先削掉一部分 然后最后的话再加味道 先用盐巴 会不会太咸啊,这样子 可以吗,会太咸 美婆,这样可以吗,这样不会太咸吗 我这第一次做韩国泡菜 还有一种泡菜 叫做黄金泡菜 我下次再来挑战啊 那个我也很想做 黄金泡菜啊 哦,还有一种啊 就是我现在已经没 我现在已经没一餐饭了 我都离不开了 那叫什么 台湾的剥皮辣椒 它那个剥皮辣椒很脆 而且没有皮哦 吃起来它是脆的 嗯,那味道怎么 口感还比较好啊 它就是把辣椒的外面拿到成皮 都已经剥掉了 所以说它才叫剥皮辣椒啊 好了,韩国泡菜 呦,糟糕了,它碎掉了 那可以吗 哦,我的天啊 这会成功吗 我觉得很难 我常常怀疑 是抹盐还是撒盐 这每个屁叶子 嘿,犯伞 我本来真是围兜兜啊 这样转过去就变披风了 我太厉害了吧 什么都可以做 把这个盐这样给它撒进去 一般都会成功啊 我喜欢做这些啊 我真的很喜欢做这些 这双的泡菜我也打算要做 都没有时间啊 哦,这白菜都开哗啦 好 这会成功吗 我在网络上也看过人家做 韩国泡菜 它是整颗白菜哦 整颗的 完全不像我这样一颗一颗的剥开 它是整颗 腌完之后 它就不会 我现在盐巴已经撒好了 我就先放冰箱 然后我们腌再拿出来 然后继续再做 希望能够成功 好 现在腌了整整一个晚上 我现在把它拿出来 看一下腌了一碗 不知道这个白菜在什么样子 诶 快玩 你跑了 哦 全部软了 哦,真的 全部软了 软塌塌的 嗯,我怕太咸了 我先把它洗一下 嗯,我刚才洗的时候 我弄了一片叶子来吃 我觉得还是有点咸咸的 但就这样味道就已经很不错了 嗯 诶,现在怎么办呢 现在的话 还是把这个一片一片的剥下来好了 剥下来再看 太大了 剥下来 一定成功 美果你又不吃 嗯 看好了 这个是我腌了一晚上的白菜 不错 来,放开 这样子 好 看到没有 这个叫白菜 要记得哦 就这样味道就不错了 我来吃看 不错啊,不错吃啊 你看一下嘛 看嘛 啊,走开,走开 走开,走开 走开 走开,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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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这个洗,刚才洗太 好像不够 算了 算了,等一下我再斟重一下 也不能太斜 也不能太大 这个很难把握啊 没关系 重在参与 你不做你怎么知道有没有成功呢 对不对 要做了才知道啊 好 现在把这个水倒掉 唉 现在考虑一个问题哦 这个菜要不要切 要不要切 要不要切 切了再拌味道 还是整只的 哇 嘻,我可爱 要不要切 的问题 可是有点头大 饭坛你说要不要切 女婆 要不要切 切 好了,切一下 吃的时候比较方便 走开,我来切菜了 放进去 然后再用 深饮水再沖一下 这样比较干净 大功告成了 等着我哈 哎呀 这锅太小了 这个盆子太小了 用锅好了 放开来 放开来 放开,来 唉,我想一下啊 这个水要不要挤一下 放开 一口 一口 没有带到手套啊 没有手套啊 将近了 哎 放点什么 放点糖 糖是肯定要的 不要太多吧 这个东西不能吃太多 哦 大蒜 加点大蒜 我怎么哈 把这个洋葱啊 把这个洋葱啊 剩下一点点把它切进去 洋葱也有洋葱的味道 再把鱼拿走了 可以更好 洋葱刺眼的 这个叫学非洲 非洲的就是这样切的 然后加一点大骨粉 他们说大骨粉叫大湿 就是离不开他 什么东西都再加一点 放一点点来 大部分 可能就跟味精差不多吧 只是在台湾很少的用味精 都禁止用味精、味醋 我放一点来 好 一点一点 最重要的 辣椒 然后给它拌一拌 拌一拌的话 等一会儿我就用保鲜盒把它装起来 应该 明天应该可以吃了 大功告成 总觉得辣椒太少了 好了 等待奇迹的发生吧 好 我明天就可以带去吃了 因为有时候嘴巴没有味道的时候 就很想吃点泡菜 我明天带过去也可以跟同事们一起分享啊 好 今天就到这里哦 拜拜